不少有一刀兵兵的證據 證明知道要接近金的東西 重點是身邊都不是只有他們兩個人 大家都以為我暗想核彈你嗎 其實我核彈給你們沒案子 我只是發這幾個飛彈 大家就這個樣子了 葛思琦只是發這幾個飛彈 王小飛就從昔日的金城四少 被打成過街老鼠 你跟王小飛是交往多久 結婚嗎 多久我沒有算 但是我只見過他四次面 我們就結婚了 是想要只有就是十個朋友吃個飯 也不要穿禮服 也不用化妝 也不用穿高跟鞋 這樣就可以結婚 OK 所以呢 就只好折衷到 不是北京也不是台灣的地方 就去了另外一個台灣的親友 北京的親友都可以去的 三亞 所以妳沒有...妳沒有育夫之術 沒辦法 因為我就想說我愛他 就是愛他原來的樣子 如果我再管他那... 把他管到妳要的樣子 那還...就不是他啦 就不是他啦 因為我婚後其實我就決定不再拍戲了 我覺得跟老公分隔兩地很痛苦 把時間拉回2010年 帶著當年與王小飛閃婚後 大家最大的疑問是... 你是哪個新仇來的 小飛出生在哪裡 北京啊 然後... 然後... 到幾歲的時候去求學 我在北京生活在16歲 然後不到16歲的時候去 法國然後有加拿大這樣 法國跟加拿大 對 王小飛能到國外留學 全是因為他有個女強人媽媽張蘭 張蘭 張蘭1989年與前夫離婚後 就帶著小小飛到加拿大討生活 兩年後回到北京開了個阿蘭餐館 2000年成功升級為 翹江南餐飲公司 而王小飛學成歸國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翹江南的執行動事 同時他還負責管理張蘭投資的蘭會所 供不少明星在裡頭聚會 大愛子跟你是在蘭會所認識的嗎 對啊 在蘭會所認識的 對 你看看 可是... 我們那一次被找去一起跟小飛吃飯 大愛子也在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才認識... 才認識一個禮拜 對 一個禮拜 我也記得是一個禮拜 我也記得一個禮拜 雖然才認識一個禮拜 妳再廢話我就把妳... 我已經盡量再壓了啦 不要這樣啦 好不好 很早很早就開始... 就是對我來講 反而蜜月對我來講還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很早就在準備 去布丹這件事情 然後在當地找了 很好...的導遊 布丹作為蜜月 會不會太清心寡語 其實我老公這個人呢 因為他還不了解我不愛過生日 他有一個欲懼懷疑的人 欲懷疑懷疑 他就幫我準備了一個神秘的 生日派對 因為... 好可怕喔 妳 因為我真的消不了啊 妳看我跟妳表哥表姐多好 對 妳任何的表哥表姐 堂哥 堂姐 就是我有很多親戚 所以就是... 我們是後來才發現 他們竟然會一起去騎車 或是一起去做一些休閒活動 還工作一些 後來才被我們發現的 就是他有暗中跟我其他親戚交往 妳說王曉飛 對啊 他為什麼要暗中跟妳其他親戚交往 就是說會跟我表哥啊 什麼那些混混熟 可是照理說 沒必要做到這種程度 我不覺得煩 我覺得特別溫馨 這就為什麼第一次我來台灣 很快就跟妳就結婚了 我覺得... 這麼大家人 因為婚前相識不深 儘管婚後邊相處邊磨合 走得依舊幸福 尤其在老婆的努力下 王曉飛有了一對可愛的兒女 可是就偏偏她就是走得很辛苦 然後就試了很多方法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一路陪著她 然後看她吃那些苦啊什麼的 她常常會在半夜跟我哭訴 說什麼 我覺得我此生就是沒辦法懷孕了 然後我就一直鼓勵她 然後她也常常未見是落淚或什麼的 然後加上有時候發胖 記者就說一定是懷孕了 就是又要嫌她胖 然後又要一直逼她懷孕 那個時候就是很多人 就是介紹什麼中醫啊 然後食補啊 各式各樣的醫生給我 然後我就開始吃中藥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吃中藥 他就是會補腰間這一塊 對 妳有問醫生為什麼嗎 我也問醫生 醫生就說 就是要補妳的子宮啊 所以媽媽這一圈要有肉啊 要有那個 這邊要有油才可以保護嬰兒 因為孩子需要一個堅固的家 她說我姐不可能會做的事情 是因為她已經失速吃了幾年 十幾年了 十幾年 然後在這十幾年當中 我媽就頻頻會挑戰她就說 寶貝 妳那麼瘦 吃點肉 然後我媽就...她就會說 對啊 我就是已經要堅持吃素的人 妳為什麼要擅自改變 我的那個生活方法 就是很多人都想要突破 她那個吃素的牆啊 都堅持不吃 結果最後她竟然被誰說 說服了去吃婚 妳知道嗎 被誰 請妳家至少加個小姐或女士好不好 雙嵐女士 對 最後就真的喔 她太具說服力了 她就說 就有點不高興的樣子就說 妳那麼瘦 是生不出小孩來的 妳一定要吃肉 聽媽的話 吃肉才能生小孩 嗯 而然在2021年11月 兩人卻對外宣布 結束十年的婚姻 並在不久後 就有大陸網友直指汪曉飛 婚內出軌張盈盈 我跟兒子做人做事 不是那麼龐龊 也不是那麼缺德 沒底線的人 所以呢 那些造謠誹謗的 攔截奉犬你一句 要尊敬手法 不要誤導別人 王小飛被大陸狗仔拍到後 沒任 張蘭儘管跟張盈盈去爬山 也沒替兒子任 連王思聰都曾發文批說 王小飛居然死牙子嘴硬 做核酸時候也是張盈盈做完在旁邊的王小飛 完事了兩人大膽勞了幾句 等走到王小飛家 又是張盈盈先進去 拍到了 你怎麼知道那是我家 啊 這不都是P圖嗎 這不是造謠嗎 哪個記者 他報一下尊敬大名 我想問問男孩子 你老婆給你戴綠帽 你應該怎麼辦 只是藍姐前一秒要大家不要誤導 後一秒就暗示大S給兒子戴綠帽 而且還對狗仔嗆下 那就別怪狗仔不客氣囉 他先是丟出兩張非影親密合照 之後向中天娛樂加碼爆料 王小飛婚內出軌多位女性 整個話題爆出後直接狂燒三千里 不僅燒出微博文語榜前三名 也把王小飛給燒出來 憲鵬文表示 照片裡那是酒後失態 出軌多位女子則是子虛無有 並委託律師團隊在台灣提起訴訟 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有圖片有影像 有證據我們就是時候會曝光 葛思琦看到王小飛PO文後 果然直接嗆瞎將曝光手中證據 一定給大家清楚的交代 希望到時曝光的對話消息 你不要想不開啊 我是巨蟹座的人 特別會考慮別人的想法 然後站在別人角度考慮 但王小飛接下來的舉動 可說是自打臉了 他PO文顯示說明了 跟婚內出軌無關的離婚時間點 文莫竟然大爆料前妻大S 長期服用違禁藥物 每個月還要我給藥方支付 100萬元台幣 他幾次精神出現狀況 都是本人在旁搶救 這篇PO文王小飛發了兩次 妙刪兩次 但網友早已截圖瘋傳 因為此一舉動 王小飛再度洗版微博文語榜 其中竟然有一條 被嫌棄的王小飛一聲啊 更有趣的是 他之後發文向大S道歉後 又出現了一條熱搜 王小飛抱歉的一聲 所以啊小飛 與其事後道歉 為什麼不一開始 就約束好自己呢 對 槍還是雷打 只是中了幾顆子彈而已 這畫面 我覺得真的是挺閒事的 真的是太閒事了 心情這個樣子 擁抱成這個樣子 手都整個 手都整個撒進去了 小飛 就是這幾張圖 夠夠清楚 明文明明 這個算不算出鬼 這個到底算不算出鬼 第二張圖 不稱大家都不陌生吧 這次呢 我就沒有把後面全都拿完了 這張畫面大家可以很遠看到 王小飛是直接倒臥在沙巴下面 而且他就直接在這個女孩子上 身上依偎著 他在一邊拿著雪茄 一邊打著打著手機 你們知道這房子是哪裡嗎 就是他當時跟大S的新婚房 小飛 很常把女孩子帶回家 都帶大S不帶的新婚房 這張畫面 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王小飛就直接把這個女孩子 給肉抱住了 而且他就靠在沙巴的邊邊坐著 這個女孩子當時 一定就閉起來了 這時候已經親到臉 再加進去清水 我唯一口氣一件事情 我不能告訴大家 我說五個人的照片 王小飛告訴我說 能不能三人就好 聽聽 好吧 反正我只是要證明說外面人 其他女孩子 三人OK啊 結果王小飛馬上了 兩人好吧 兩人你再給我討下還假 我跟你講我電話直接掛掉了 我就跟他講我直接接就掛掉了 沒什麼好說的 我今天接你電話你還要跟我討下還假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也不做小人 那王小飛 有特別跟我交代 你曝光 不要緊 但是 請你保護那些無辜的女孩子 他只是個孩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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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